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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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幹細胞呢 它是一種可以Self-Renewer 只是它可以自己一段的分裂 同時它又具備有分化能力的細胞 所以幹細胞呢 它可以分化成其他的細胞 像是神經細胞 或者是神經細胞 或者是血球細胞和其他細胞等等 所以很多 medical researchers 他們相信 幹細胞可以拿來用於 用於在生醫方面的醫療 特別是用於拿來剃補或修補那些 Disease 或者是damage itself 可是呢 其實幹細胞它的分化能力呢 其實是有某種限制的 比方說呢 Neuron的神經 它可能就只能從 Neuron Stem Cell 分化而來 那像卡迪歐邁爾細胞 它就只能從 Mesokymal Stem Cell 分化而來 那血球 白這個 Red Cross Cell 紅血球 它就只能從 Tamatopotic Stem Cell 分化而來 只有這種 Poripotent Stem Cell 它才有能量去分化成 身體裡面各式各樣的細胞 可是呢 在2006年之前呢 Neuron Stem Cell 唯一來源是胚胎 就是胚胎幹細胞是唯一 具有 Poripotent Stem Cell 它可以分化成各式各樣的細胞 可是對於人類胎的使用 其實是有道德上的爭議的 所以很多人就想要 嘗試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方法 把其他的細胞 變成像胚胎幹細胞那樣的 具有 Poripotent Stem Cell 那樣子的細胞 來到我們可以做更進一步的 醫療上的應用 那這個方法在2006年被找到了 這個是在日本 京都大學Yamanaka他們的實驗室 發現了在老鼠裡面 他們真的可以把已經分化的細胞 把它變成具有像胚胎幹細胞那樣的 Polipotent Stem Cell 特性的細胞 那在這邊呢我們先看一下 關於這個一般細胞 跟胚胎幹細胞的魔法的具 那右邊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有Colony Formation 這是非常典型 具有Polipotent Stem Cell 的細胞會有的特性 就是Polipotent Stem Cell 它會形成像這樣子的Colony 那這樣子的Colony 我們叫M3O with Body 那如果說是已經分化的細胞 它就會像這樣子 非常的平衡 它是不會形成像這樣子的Colony 那這樣子Colony的特性呢 就被用來Acyl 細胞是不是具有Polipotent 就是這樣子的細胞 是不是Polipotent Cells 所以Yamanaka他們的實驗室呢 就是在老鼠的 Ambionic fibrograst 這個已經分化的細胞裡面呢 利用virus detection的方式 來表達表現 24個Chandidate gene 然後看看哪一些Gene 表現呢 可以把這個 Fibrograst 變成 會形成這樣Colony的Cell 那他們最後 Narrowed Down Polipotent 就是Cynic KRF4 Stocks2 跟Artsv4 就是當這個 Fibrobrast 表現這四個Factor的時候呢 看這個 它就可以 把細胞Reprogram 變成像這樣子 它會形成Colony 這邊可以看到 它會形成Colony 那這種這樣子的特性呢 就是如果分離同時表現四個 它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如果說是 就是表現三個的話呢 有一些其實還是有效果的 比方說少了Cynic 也還是可以形成Colony 只是效率沒有像四個那麼好 那少了Stocks2 也還是可以 那由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知道說 Narrowed Down 他們呢 利用表現 As a genus Espersion of 4 Vectors 它可以成功的 把已經分化的細胞 變成像這樣子 Polipotent Cell 會形成Colony特性 這樣子的細胞 可是呢 形成Cell Common 它其實並不表示 它就一定是 Gio-Polipotent Gio-Polipotency 所以為了要更進一步去確認 這些細胞 是真的是Polipotent Cell Yama-Maka 他們的實驗室呢 就是在去Check一下 一些Avionic Stent Cell 就是配胎幹的細胞 它會表現的一些Mark 像是在老鼠裡面呢 就是SCEA1 大家可以看到 SCEA1 這個配胎幹細胞 會表現的Mark 在這個 Reprogramming Cell 也會表現 而且這個 Reprogramming Cell 也像 配胎幹細胞一樣 它會有 比較高的 APNTT 被偵測到 所以呢 這些 Reprogramming Cell 也會表現 配胎幹細胞 會表現的一些大白質 那這樣子 其實還是不夠 需要再更進一步來確認 它真的是具有Polipotency 那 所以他們呢 就用了Teratoma Acid 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Teratoma Acid 是常見於用來 Acid 細胞是具有Polipotency 的一種方式 那他們做法呢 就是把這種細胞 打到老鼠裡面 那在老鼠裡面呢 就會形成肿瘤 這個肿瘤叫Teratoma 那Teratoma它的特性呢 就是它會形成三個胚層的Differentiation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 它可以藉由 Anti-Body Stemming的方式 來觀察到 它有三個胚層的分華 比方說 像 Petachyctubelet 它就可以染到 這個是外胚層 那Smooth Muscle Actin 可以染到這個中胚層 那Alpha-Petoprotein 可以染到這個內胚層 有這些實驗呢 它就可以更確定說 確實 在老鼠裡面呢 可以利用額外的表現 這四個Factor C-V KLF4 SARS-2 跟Arts-U4 把已經分化的Fiberbust 變成 這個具有Polipotent 具有Polipotency的Cell 那這樣子 被女國關於Cell呢 就叫做 Infused Horipotent Stem Cell 我們簡稱就是IPSC 那像這個 需要的這四個Factor呢 就叫做 IPSC Factor 那這個是由 Yamalaka他們實驗室提出來的 所以他們這四個Factor 也被叫做Yamalaka Factor 那這個是在老鼠裡面 可以成功的把 已經分化的細胞變成 像配胎幹細胞那樣子 特性的 IPSC 那這是在老鼠 那在人類裡面 是不是一樣可以做到呢 所以Yamalaka他們的實驗室呢 就繼續他們的實驗 只是把模式 把Model從老鼠變成Human 他們從Human的 Adopt Double Fiberbusters 取得這個Fiberbusters之後呢 利用一樣的方式 用Virus Induction 的方式去 表現這四個G 然後成功的把這個 Differentiate Cell 變成IPSC 而且這個IPSC呢 就像在老鼠的實驗裡面一樣 它會表現 人類的Face胞 會表現一些蛋白質 比方說呢 像是這個是Service Marker SSEA3 紅色的 然後SSEA4 綠色的 TRAID 160 紅的 跟TRAID 181 紅的 它會表現這些 配帶幹細胞 才會表現的Marker 這是Service Marker 那另外呢 他們用Western Bar的方式 再去確認一下 它真的是 它是不是真的 像變態幹細胞一樣 會表現這些 配帶幹細胞 會表現的Marker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這邊列了五個例子 一二三四五 總共五個 這個是IPSC 那這一個是 Ambreonic Stem Cell 搭做一個比加 那最硬邊的這個就是 一開始拿來做 IPSC的 那一個 Fibro Brass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Fibro Brass 它是不會表現這些 配帶幹細胞 會表現的 蛋白質 那IPSC 跟配帶幹細胞一樣 都會表現這樣子 Porecultancy Marker 那除了表現 Porecultancy Marker之外呢 這個Himmon的IPSC 它也可以在老鼠裡面 形成terotoma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利用康體展測的方式 可以看到三個pattern的分化 那在這裡呢 就更進一步 確認說在人類裡面 IPSC也是可以被generate 那因為YAMAHA他們發現了 就是可以用reprogramming的方式 把已經分化完成的細胞 然後變成黑胎幹細胞特性 Porecultancy的 這樣子self的這個發現 讓YAMAHA他在去年 就是2012年到莫貝爾牆 那這個Himmon的IPSC呢 其實不只有在YAMAHA他們的實驗時的發現 被generate出來 其實在差不多同時 一樣是2007年的時候 另外一個在美國的group Towson他們的group 他們其實也成功的在human裡面 把那個somatic cell變成IPSC 只是他們跟YAMAHA他一樣的是 他們用fattern有一點點不同 其中兩個是一樣的 R3、4、Fast2這兩個是一樣的 但是另外兩個他選擇 他們選擇的Memoth跟命團之類 那當就像YAMAHA他們的實驗一樣 當這四個都表現的時候呢 calling formation的效率就會比較好 可是其實如果只有三個 比方說少的028 他還是有辦法讓他變成IPSC的 那在這邊呢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本來拿來做virus infection之前的那個somatic cell 然後經過virus infection 把這四個fatter送進去之後呢 形成了colony 而這個colony呢 他也可以形成teratoma 那他們曾用的這四個呢 他們也叫做IPSC vector 只是這四個呢 就被稱為Thomson vector 所以兩個獨立的實驗室呢 他們都report 他們可以成功的把已經分化的細胞變成IPSC 只是YAMAHA他們是用這四個Cynic KLF4 Rx4-Sax2 然後Toxel是用Rx4-Sax2-Nano跟Nu28 就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都是利用virus deliver了這些gene到somatic cell 然後成功的infuseIPSC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那這是在一般正常人的細胞裡面 可以成功的做出來IPSC 那在patient裡面就是病人裡面 有沒有可能也可以做出IPSC呢 所以呢 在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實驗室 The group 他們就找了好多個不同的patient 然後利用這些patient的somatic cell 看看他們能不能做出IPSC 結果他們成功的得到IPSC 就是每一個每一種不同疾病的patient 他們都可以成功的做出來IPSC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我可以從病人的身上 我可以取得病人來源的IPSC 那我有沒有可能把這些IPSC 把它促進它的分化 讓它變成delive relevant cell 這個對於一些疾病的細胞裡 就特別重要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很難從病人身上 取得疾病的細胞 比方說呢 像是神經退化疾病 想要從神經退化疾病的病人身上 取得帶病的那個神經細胞 是幾乎不可能的 可是呢 如果說IPSC這個技術可行的話 我們也許就可以從病人的身上 取得IPSC 然後再把這個病人來源的IPSC 變成就是 刺激它的分化成我們 想要研究的 跟疾病相關的那些細胞 之後呢 再來看看這些疾病 有什麼樣的特性 那在過去呢 我們都只能利用動物模式來研究 那這個IPSC就提供了一個可能性 我們有機會利用真的是人 人類的這些疾病的細胞 來做這些疾病的研究 所以呢 在這個IPSC的這個group 他們在去年呢 就發表了他們利用 Azheimer's disease的patient 來做這個實驗 那Azheimer's disease 就是Azheimer's 它是一個神經退化疾病 常常會造成實質的現象 那他們從病人身上去的Fibrograst Generate iPSC 所以這個IPSC是帶有疾病的 之後呢 再去刺激分化 讓它形成神經細胞 那這邊呢 可以看到呢 他同時去拿了MAP2跟Beta3Tuberin 兩個etabody的Stanning 可以看到 確認說這個細胞是神經細胞 之後呢 然後把這個神經細胞呢 取出來去分析它的特性 看看是不是跟我們在早數的 在MM model裡面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 所以他們比較了正常 就是正常來源的IPSC 所分化出來的神經 以及從病人來源的IPSC 所分化出來的神經 去比較他們的一些Pasological Marker 那其中呢 病人來源的 有分成兩類 一類呢 是Sporadic Alzheimer's disease 中間的這兩個 灰色的中間這兩個 然後另外一類呢 另外一類是Familial Alzheimer's disease 這個是家土性的 在最右邊的這兩個 那現在我們比較了解的 比較清楚的 就是利用動物模式 了解的比較清楚 了解的比較清楚的是 關於這個家族性的 這種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呢 這個實驗室呢 他們就去研究 一些從動物模式得到的一些 Pasological Marker 包含了A-Beta Fosphor-Tau 跟Gest K-Bin-Beta 那他們發現呢 我們可以比較 最右邊這兩個 灰色的Bot 跟這個白的正常的 這個家族性的這個 Alzheimer's disease 的Neurons 確實它有 比較高的 A-Beta的量 然後比較高的 Fosphor-Tau 以及比較高的 Gest K-3-Beta Activity 就是跟我們在動物模式 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那比較這樣呢 改到 一 就是Surprise 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其實這一個 就是它不是家族性的 Alzheimer's disease 但是其中一個 Case也有類似 像家族性 這樣子的 Pasological Marker 那這暗示 這個Case也有可能是有 家族性 Alzheimer's disease 這樣子的可能性 那不管如何呢 就是有這個實驗呢 就可以知道 IPS-C這樣子的技術 確實是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些 Disrelevant cell 然後更進一步的 用這些Cell 來分析 這個Cell的Behavior 跟Cell的Field 所以IPS-C的技術提供了 Disrelevant cell的來源 讓我們來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那這些Cell 可不可以 有沒有可能也可以拿來做 要路的篩檢呢 因為它其實是具有這些 Disrelevant cell的一些特性 那理論上 他應該也可以拿來做 要路的篩檢 所以呢 在以色列的這個group 他們就試著在 利用Long QT Long QT Syndrome 這樣子的patient 來做研究 那Long QT Syndrome呢 它是一個 Arismogenic Syndrome 就是一個心律不整的一個 疾病 那它致病的原因是一個 Ion Channel 它發生的Mutation 這個Mutation呢 就會造成它的 Ion Channel的Function 有缺失 然後導致了 那個鼻子 就是Function不太對 然後 最終呢 就是導致了 在心臟裡面 它的那個 會有這樣子心律不整的毛病 那這樣子心律不整的毛病 常常會導致死亡 所以呢 這個實驗室呢 從 啊 病人身上 取得了皮膚 之後呢 利用 report breathing的方式 把它做成IPC 那在這邊呢 可能要請大家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report breathing 因為它只有introduce 三個Factor Subs2 KLF4 跟Opt4 這三個Factor 它就可以成功的把 啊 Fibble Blaster 變成IPC 那其實這個在我們前面 不管是Thompson呢 或者是YamaNaka的 實驗裡面 都知道 少的一個其實還是可以 把它變成IPC 實效率不是那麼大 那他們做完這個IPC 然後呢 一樣再把它 Infuse 它的Differentation 讓它變成Cardium Myocytes 而這個Cardium Myocytes 就是會 表現一些Cardium Myocytes 的Marker 比方說呢 我們可以用 Antibody Standing的方式 來看看這個Cardium Myocytes 它會表現Cardium Myocytes Marker 也可以利用RT-PCR的方式 來看看 它真的會表現一些Cardium Myocytes Marker G 而且這個Cardium Myocytes 就像一般的Cardium Myocytes 一樣 它會有一些 啊 電生理的反應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它會有電生理 這個是Control 然後這個是有帶定的 他們當然電生理的反應 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基本上呢 他們就是都會有電生理的反應 這個可以用Petrikan 或者是Multi Electrode Array Recording 方式來偵測 那因為這個 帶有Long QT Syndrome 這樣子的Cardium Myocytes 就是具備一般Cardium Myocytes 的特性 而且很明顯的 就是帶病的跟正常的 它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驗室 你就想要知道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來 測試一些藥物來找找看有沒有 Potential可以拿來治療 Long QT Syndrome的藥物 所以呢 他們就適合用藥物 那在這邊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從正常來源的Cardium Myocytes 它的Petrikan的Recording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帶病 從病人來源的Cardium Myocytes 病人來源IPSC 所分化出來的Cardium Myocytes 它會有這樣子Protrogation的現象 所以呢 這個實驗室呢 他們測試的兩種藥物 一個呢 是Kalcine Channel Blocker 另外一個是Protassian Channel Opener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還沒有 綠色的這個是Kalcine Channel Blocker 那橘色的這個是Protassian Channel Opener 那在還沒有藥物處理之前呢 它都還是有Protrogation的現象 可是加了藥物處理之後呢 這個Protrogation 就被減緩了 它就比較沒有這樣的Protrogation的現象 而且呢 在Petrikan Recording裡面呢 它其實在還沒有處理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那種 就是心運不止的這個 建構收集的這個位置 可是用藥物治療之後呢 它就變得很正常很平順 所以由這個實驗就可以知道 這兩個藥物 它是有可能可以拿來治療 Long-QD新種這樣子的藥物 那所以啊 iPSC的技術呢 就是可以讓我們得到 Dedis Relevant Cell 然後用來做 Dedis Curriculation 以及 Drug Screening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這樣子 iPSC的技術 到底可不可以拿來做 Cell Therapy 那我們來做 再次醫療方面呢 再次醫療方面的應用呢 可惜呢 在Cell Therapy之前呢 其實有一些問題 可能需要先留意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Tumeral Genacity 特別是當這個 iPSC Factor裡面 有用到Cemic Cemic的Over Expression 常常會造成Tumeral Modification 所以呢 這就表示 如果說我用Yamanah Vector 就有可能 我得到這個iPSC 它其實是有 Tumeral Formation的風險的 可是呢 這個風險 其實是可以被 除掉的 因為我們可以改用 Thomson Vector 甚至呢 我們可以 就是只用三個Vector 像KLF4 OX4 跟SARS2 不要用Cemic 一樣可以產生iPSC 那像這個 只用三個成功的例子 在我們剛剛講的 Long QT 就是其中之一 它的效率 可能沒有像 用四個那麼好 可是三個也足夠 形成iPSC 所以Tumeral Genacity 這個問題是可以被解決的 那第二個問題 需要考慮的就是 因為不管 Tumson 或者是Yamanaka 他們其實呢 在做這個 iPSC的時候呢 都是用Virus的方式 可是Virus Infection 它就會有 Ginome Insertion的風險 那Ginome Insertion 一樣是有可能會造成Tumor 那這個方法 這個Ginome Insertion的問題 要如何解決呢 那這個解決方式呢 其實就是 隨著後來 越來越多 Gin Delivery的方式的發展 就可以被解決 比方說呢 後來發現 可以用Pasmid 或者是Transposon 或者是Mini Circle DNA 都可以拿來取代 Virus Infection的方式 來Generate 所以Ginome Insertion 現在也不是一個問題的 那第三個問題是 比較讓人意外的 是Yamanaka 因為Support iPSC的應用 不應該會有 免疫反應的 可是呢 在2011年的時候呢 尤其Support 這個實驗室 這個Gloop 他們發現 iPSC 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induce 免疫的反應 在老鼠裡面 他們在老鼠裡面呢 試著用B6 這樣子的老鼠 然後呢 打入了 B6的 配胎幹細胞 以及1-9配胎幹細胞 那B6 它是一個老鼠的一個脾氣 那B6跟1-9 就是不同老鼠脾氣的 配胎幹細胞 把它打進B6之後呢 之後呢 去觀察 Telotoma formation的現象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 一樣是B6的 配胎幹細胞 它形成的Telotoma 就很大一個 可是很奇怪的是 1-9這一個是非常想像的 所以作者呢 他們就去做切片分析 看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他們發現呢 是因為這個1-9呢 這個Telotoma 它是被排斥的 它有immune rejection的現象 那這個immune rejection呢 可以利用染色的方式 用抗體染色 像是CD4 CD3 或者是CD8的染色來觀察 那染色在這邊顯示的是這個光 就是棕色的染色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如果我是用 如果是用胚胎 B6的胚胎幹細胞 打到B6的老鼠裡面 就是這一顆 它其實是沒有免疫反應的 可是呢 如果是用1-9的胚胎幹細胞 打到B6的老鼠裡面 它就會產生免疫反應 那這個其實是不讓人意外的 因為B6跟1-9 它們畢竟是不同的strength 它們是不同的體系 所以是有可能 會有這樣子免疫反應的現象 但是比較讓人感到意外的是 當使用B6的IPSC 打到B6的老鼠裡面 竟然也會有免疫的反應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這個棕色 有免疫的反應 這是比較奇怪的 因為理論上B6的IPSC 跟B6的老鼠 它們是同源的 它們不應該會有這樣子免疫反應 它們應該要像這個胚胎幹細胞一樣 是沒有免疫反應的 所以作者呢 他們就去更進一步分析說 到底這個B6的IPSC 跟B6的胚胎幹細胞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造成這個B6 IPSC 其實產生這樣子的免疫反應 那結果他們發現呢 在B6的IPSC裡面呢 有一些大量表達的蛋白質 所以他們就猜想 有沒有可能是這些大量表達的蛋白質 造成這樣子的免疫反應 所以呢他們把這個蛋白質 表現在B6的胚胎幹細胞裡面 然後一樣 會表現這些蛋白質的胚胎幹細胞 打到B6老鼠 接著觀察它的免疫反應 那他們發現 真的 就是當表現這些大量表現 不正常表現的蛋白質 即使它是胚胎幹細胞 它也會造成免疫的反應 它也會有immun rejection的現象 那在這邊呢 顯示三個 就是表現了 胚胎幹細胞 表現了這個 這個 或這個蛋白質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像這樣子的免疫反應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透過染色可以發現它有免疫反應 所以他們推測 就是San Diego這個 group 他們推測 有可能是這些不正常表現的蛋白質 他們造成 這些不正常表現的蛋白質 造成了immunogenicity 所以 IPSC的時候 可能就是需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有immunogenicity的問題 可是呢 這個 論點 很快的在今年的2月之後 又被推翻了 因為一個日本的實驗室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IPSC suppose 不應該會產生immunogenicity 所以 他們repeat 一樣的實驗 只是 不太一樣的是 他們利用B6的 IPSC 先把它分化成 皮膚跟 Balmary 之後 再把它移植到老鼠裡面 結果發現 不管這個 皮膚 或者是Balmary 是從 幹細胞分化來的 或者是從 IPSC分化來的 他們都不會產生immunogenicity 就是他們的結果跟這個是相反的 它是不會產生黏液反應的 所以他們推測 有可能呢 是San Diego的這個實驗室呢 他們在操作的時候 有可能是 就是 IPSC 它並不是完全的 被領埠規定 它可能就是 領埠規定 不是那麼的完全 也有可能呢 它是在操作的過程中 造成 GENOME 它不是那麼Stable 就是有一些 GENOME Stability 產生 然後造成一些 不該表現的蛋白質 表現 最後造成 Emergence 但不管如何呢 由這兩個 他們得到的研究結果 我們都可以知道 在真臨床應用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更容易一下 是不是我們所使用的那個 NPC 以及它分化的那個 我們想要用的那個細胞 確實是OK的 確實是沒有一些 partial的Programming 或者是GENOME Stability的 現象產生 確定沒有的 我們才可以進到 下一步的 真臨床上的資料 那不管如何呢 其實 IPSC的技術 對於Cell Therapy 它還是 很有潛在的希望的 那有沒有成功的例子 其實是有的 這個是在MIT 他們的 GOOP裡面 他們利用 Sequel Cell Anemia 這樣的Mouse Model 在老鼠裡面測試 IPSC 到底可不可以拿來做Cell Therapy 那Sequel Cell Anemia 它是一個 Ce的疾病 那它的特性呢 就是它的血球 它會變成不正常的鐮刀狀 那這樣子就會干擾到 它的功能 干擾到它帶癢的能力 然後造成貧血 嚴重的話會造成死亡 那MIT的這個實驗室呢 就是用 帶有這樣子疾病的老鼠 先去 isolate它的 Fiboblust 然後做出這個 IPSC 因為帶有這個疾病呢 通常好像都是一個 G-Mutation所造成的 所以它 generate這個 IPSC 就帶有這個 G-Mutation 之後呢 它們利用 G-Tarketing的方式 來做Gene Therapy 把這個 帶有Mutation的Gene 把它換成正常的 Wild-type的Gene 然後把這個經過 改造的這個 IPSC 再刺激它的分化 讓它變成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然後把這個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移植回去 這個帶病的老鼠 然後看看它的血液的狀況 以及它的存活率 那結果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一般正常的老鼠 它其實就是 血球是很正常的 可是呢 如果說是帶有疾病的這個老鼠呢 它其實血球會有一些 鐮刀狀 可是經過的IPSC的 技術 然後Gene Therapy 然後再把它刺激分化 再移植回去之後呢 大家可以發現呢 這個Sickle Cell 就是鐮刀型血球 就不見了 而且這個現象呢 它其實不是只有反應在 血液的檢查方面 它同時也反應在這個活率 當這個老鼠沒有做任何的治療 就是沒有做移植的治療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藍色的 它其實它的存活率就是 大概四周 之後就是死亡了 可是如果有做移植治療的話呢 它的存活率就非常的高 可以超過二十周 而這個存活率呢 就是這個移植治療 不只移植這個 從胚胎幹細胞來的 這個細胞來做移植 同時也包含了 從IPSC經過Gene Therapy之後 來做移植 它們都同樣的 可以達到非常高的 存活率 達到非常好的治療效果 所以在老鼠裡面 IPSC的技術 確實是可以拿來做Cell Therapy的 那由這個我們都可以期待 在Human裡面 IPSC的技術 應該也是可以拿來做Cell Therapy的 那GeneTest了解在 IPSC的研究過程中 你可能會需要很多Research Tool 所以GeneTest提供了一系列 關於IPSC Study的Research Tool 其中包含了這個EGIPC 這個EGIPC呢 它包含了四個IPSC Vector 那都包含C聯盟 所以用這個EGIPC 也不用擔心心理肯造成的Tunergenicity 而且這個EGIPC EGIPC它的方式呢 不是用Virus 所以也不需要擔心 Genome Insertion的問題 那除了EGIPC之外呢 GeneTest同時也提供了 APSA Kit 讓研究者可以去 Confirm Polypotency 利用這個APSA Kit 來分析 那身為一個抗體的製造型商 其實GeneTest提供了更多抗體 來Support IPSC或是Stand Cell的研究 那其中包含了像是 IPSC Vector 不管是Thomse Vector 或者是Yamanaka Vector GeneTest都有 Renic Olicono 以及Mouse Molecone Antibodies可以選擇 而且這些Antibody呢 都是Bad Validate 或可以拿來做Wisecone Glut Standine 或者是Flow Psychometry等等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個Android Body的地方 就會表現這個IPC 那像其他這個分化 已經分泡的細胞這裡 就會表現 那除了IPC Factor的Antibody之外呢 其實也提供了Poly Potency Marker in Antibody 這個Poly Potency Marker in Antibody 這個Poly Potency Marker in Antibody 就是可以讓大家拿來Check 細胞是不是真的還具有Poly Potency 比方說呢 做個染色來Check一下 它真的還是Poly Potent Stain Cell的狀態 沒有被分 沒有分化 然後還是Poly Potent 然後呢 這個Poly Potency Marker呢 它同時也可以拿來做Flow Psychometry 可以拿來Isolate or Purify 這些Poly Potency Stain Cell 那除了IPC Factor 以及Poly Potency Marker之外呢 其實GTS提供了更多Antibody Tool 給大家做研究 那如果說大家需要一些像Catalog啊 或者是需要更多關於Stain Cell 研究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像是ScancerPorture啊 或者是Post等等的 也可以找我們在馬基地區 為大家服務的原廠的 Zell Specialist Type 那最後謝謝大家 請今天來參加這個講座